那座餐饮业生意成本高 但是现在就有人将组装厨房的概念 引入劣质文 希望帮助有意进军餐饮业的人 从较低的成本开始 这里现在空荡荡 但到了今年年底 这里就会换人一心 变成一个组装厨房 将会有十个售卖不同食物的摊档 让公众叫卖 Tony将组装厨房这个概念 引入劣质文 目的就是让有意进军餐饮业的人 可以用低成本开始 一般的利益 另一名组装厨房创办者吴冠杰就说 投资组装厨房的起点 只需要三万五千元 比在购物商场内的美食广场 开设摊档要便宜得多 因为如果你要做一个food court 你有两个选项 第一就是买一个现有的food court 就要我觉得这个价格也不便宜的 第二就是你可以去自己 去一个全新的一个mall 去自己做一个厨房 然后这边做一个厨房 那个成本也挺高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 用一个三万五千块 就可以开业做一个餐馆的 是比较对很多新开业来讲的话 都可能承受得来 他又说在商场内的美食广场 经营时间也都有限制 但他们的组装厨房 就可以24小时营业 他们在本月较后时间 就会开始装修 预计在今年12月开始营运 到目前他们已经落实了 五个美食摊档 而街道的查询就有300多个